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妥妥的老美风格 只是内容确实不敢恭味 谈吧 妖怪们不求着吃了唐僧追求长生不老 而是寻起了生化危机 挽起了末世病毒 唐僧穿着高跟鞋骑白马 最关键的是主角孙悟空竟然在最后死了 实在无力吐槽 日版 这个是外国翻拍中最奇葩的了 唐僧竟然挽起了Cosco 活生生变成了一个女人 而且师兄弟三人根本不用化妆好吧 完全本色出眼吧 此剧最大的亮点也就唐僧的颜值了 二神雕侠侣 中国的被翻拍了很多次 虽然小笼包版的让人吐槽很久 但是起码也能入眼 越南版确实是神雕侠侣 只不过好大一只雕 再配上一堆情侣 果然是说好的神雕侠侣 而且穿皮鞋的神雕 小编也倒是第一次见 不得不说越南人还真是厉害 现在一只大鸟都能穿皮鞋了 三 妩媚娘传奇 妩媚娘传奇刚出的时候 范妮气场真是强大 盛世容颜 加上不怒自威的气势 妥妥的女王 越南版 到了这边那可好吗 妩媚娘竟然是个男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